我們三個是百人劇組的三個 拍電影是我的同事 其他的就是因為拍電影的關係 他們有去看 後來到我們部落認識他們 接著他們 我是想說 我不要講太多 因為他們準備的應該非常豐富 我們絕對 這個不能把它當做 還是在學術研討 我們都沒有學術 就是自由講話分享 不然的話他們壓力很大 那等一下他們自己介紹 我們現在最後 第一個我想請我們基隆的孫小姐 因為她要做一做 那請他們自己介紹 謝謝 主持人郭老師 Darkis老師 還有在座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叫做孫帆雲 我是一個退休的公務人員 接下來我要講的 可能跟你們這兩天以來 所聽到的大概是完全不同的一些領域的東西 但是也不脫塞德克發來 因為我是一個純粹的觀眾 我是以我觀眾的眼光來分享一下 我看這部電影的一些心得 那一下是我的前堂 第一個是我還沒有退休的時候 是2011年在德哥風潮正盛的時候 因為我還沒有退休 我忙得頭魂有花 可是我還是去看了這場電影 去看這場電影是因為它太吸引人了 所以我連續看了上下跟市場 為什麼會連續看市場 是因為我看不懂的時候 我就回家去看書 去找說我什麼地方不懂 然後看一看一看 看書看我們再到電影院裡面去查證 查證以後有不懂我再去看 就這樣子連續看了市場 那其他呢 我就只有參加過一次本社的簽名會 其他的活動我都沒有時間參加 所以我們那些賽迷朋友說 我是後知後覺 那我退休以後呢 我才開始有機會到FB上面 去查一些那個賽德克電影的資料 我第一個接觸的是一個網站叫做賽日老屁股 它是一個林演的 一位林演他所架設的網站 所以他所裡面的內容 完全是那個報導一些林演他們拍攝的花絮 他們的心得 這個真的對我來講太有趣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網站上找資料 然後後來呢 我就跟那個版主跟他說 我很想為這些移動的色塊留下一點紀錄 我們是不是可以為他們 請他們來投稿寫他們的心得 所以我們就在賽日老屁股上面在那邊廣告說 然後希望那個林演夥伴趕快來投稿 結果嘛 催了老半天 只有15個 可是15個我已經非常非常感謝 那這15位同伴我為了感謝他們 所以我就自己為他們印製了這一本書 那這本書是完全是我送給他們的 所有的資料在賽日老屁股的網站裡面都有 那我現在藉著這個上面所PO出來的影片 也順便跟各位來賓回味一下賽德克巴萊的1.1 OK 好 第一個這個是一個林演叫做小胡 他的鏡頭非常少 可是他下面有一個漫畫我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小胡本身他很年輕 他才25、26歲 可是他很會畫漫畫 那這個漫畫太經典了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說他去拍的時候他演那個日本兵 就是紅頭那個日本兵 就是剛剛佔領悟舍那個時候 那導演就叫他們說 欸你們要表情兇一點 開始不讓他們講話就是要表情兇一點 後來就覺得說兇一點又不夠 說好吧你們想到的話就可以講 好好好就講好了可以講的話就可以講 結果在正式開拜的時候 就有一個演員他很大聲講 我看不到 結果結果所有的那個日本演員都笑到肚子都快要彎掉了 就大家我想在座有很多對日文很清楚欸 知道瓦卡瑪德是什麼 好謝謝老師 這位是三生 他們很多重要的靈遠都會 一個人演很多角色 那這三生他也擔任很多角色 那就是我簡單的就是他最重要的是說 他有在物色大屠殺的那個之前 還有參加拍攝 下面這應該是日本炮兵 下一張 這位叫毛仁啾啾 那他我不知道他本名是什麼 那這他也是在物色工學校有拍照 然後他有演那個衣服 後面那位就是馬虹 馬虹那時候被人家救 他有上吊跟家救 然後說在那邊 那這個應該是在那個 在檢討檢討會上 有沒有在那個 那個那個監田總司令 那個總司令在那邊拍桌子拍椅子的那個 那個場面他們有參加 其實這些靈遠他們參加了很多 可是他們的鏡頭有時候 有時候根本就沒出現過 下一個 下一個 這王之儀 這個應該是在橫冰碗上 就是那個接受 接受李金方大人投降的那裡 那這個是那個 莫納魯到歸順寺上面 那個時候 下面這個應該是架設艾永縣 偷那個高壓電的那個時候 下一張 那這個要特別介紹一下 後面這個叫做冰爺爺 他大概就有參加這一場 就是在那個 漢人交易所 所謂漢人交易 應該是平埔族 那他是 這一位靈遠 他本身是一位大學教授 他是劉美博士 可是他對這個賽德哥巴萊有興趣 所以他也跑來演 那下面這個是 這些靈遠很辛苦 他們也要背著很重的東西 爬坡 這是那個吊橋被 砍斷之後的那個照片 好 那這一張 有一些要介紹就是 旁邊這個 吳索文 吳索恩 他只有17歲 當初演獸只有17歲 他還在華岡異校 對不起上面 後面那個球車後面 有四個人 要介紹一下 最右邊的是 吳鵬鳳先生 最左邊的是 陳曹清先生 前面是 阿劉師父 那我想大家知道阿劉師父吧 那中間那個就是我們的靈遠夥伴 李泰衛 那這吳索恩小朋友呢 他只有17歲 可是他在那個殘門爆破的時候 他居然要演兩個小孩的爸爸 我看到他寫那個 他自己的那個 我看著笑死了 我說那你17歲 你怎麼照顧他們呢 你自己不要哭就好了 那這個是他們在那個旅社 Chimp Time那個旅社拍的 穿著那個飾服 所以我給他們寫的是 穿越時空而來的淘汰狼 這位是李興賢先生 他有一幕就是他跟達多 那個泰穆跟達多去搶機槍 那他是演被泰穆打的 他說在那個影片上只有兩三秒 可是他被泰穆打了一天 差一點腦震大 那後來他說 在那個慶功宴的時候 泰穆還特別來跟他說 他就質疑一下他 對不起對不起 那天演得太陸戲了 那下面這個是 也是他參加的一部分 好 下一張 那這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李泰衛先生 他很喜歡青妝 其實他演的是本人 可是他這就是 這就是後來在那個 這本人工善護舍以後 他說他很幸運 剛好站在那個主角旁邊 那下面這個他你看 他剛好是被 這應該是那個時候 日本人到護舍上面去 去開始收拾屍體的時候 徵集漢人在那邊做一些整集的工作 我說的不對的話 請老師們這樣子講 那這個也是狡銷水路 他本身是個高中老師 他的鏡頭不多 這個當然是在那個 水南機場 沿著是屏東機場 他們開始要運送那個 糜難性炸彈去轟炸原住民的時候 留下來的 好 這位是 這裡有三張照片 都是同一個人 第一個是在那個 摩納魯大歸順市 上面那個軍官 那時候不是引起暴動嗎 他當太點起衝突 他演那個軍官 第二個呢 是在那個 糜難性炸彈 他在推那個車子 第三個是 公學校大屠殺時候 他演日本商人 這個人叫阿俊 他就是 我要特別謝謝他的 賽日老屁股的版主 我在這裡也要謝謝他 謝謝他幫我們提供這麼多資料 那這位是侯岳豐先生 他在那邊演那個 泡兵司令 然後他們 他們同伴酸他 說你在這個鏡頭裡面 你的長官氣得拍桌子 拍椅子 你居然會聞不動 他說 我是泡兵啊 我當然是要非常穩重 那下面 那下面也是他那個 個別的鏡頭這樣子 帶一下 因為有 時間有限 下一張 這也是裡面一位叫做家 那他也是他的劇照 他說他這個 對不起再往下拉一點 因為他們有的那個片段 都只有一點點一點點 沒有說什麼 這邊旁邊這個 要特別講一下 他在旁邊他演屍體 他就寫說 英勇的八萬 從這個機槍從前面打到後面 可是他拍了好幾次 然後那個音響非常大 他說他拍下來 耳朵都快融掉 就是這個 就分享一下他們的經驗 謝謝 那這個叫彭彭 他在場面裡面有一個是 跟那個 被那個 竹人刺殺 他說他演了以後 他才知道 演電影不容易 因為一個是要 被殺的時候 他要做動作 然後一個是還要再拍 那個竹人的動作 然後那個竹人說 他說 哎呦好痛啊 你刺了我很痛 他說這個 這樣是假的 橡皮做的怎麼會痛 他說橡皮是軟的 可是你後面竹竿是硬的 所以你給我刺了還是會痛 謝謝 這應該是共學校 那這是一個 城門爆破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鏡頭都 有的時候是不明顯 我要謝謝曬日老屁股 他很辛苦的 一幕一幕的去找出他們的所在 這位先生叫黃孔 那他所拍的鏡頭 也是在那個 漢人交易所 那個時候拍的 他大概只有這兩幕 好這位叫 Blue Jackie 他這一張我只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臨演他扮演的 第一張應該是日本警察 第二張是日本軍隊 第三張應該是最早期的那個紅頭軍 他日本人我們原民同胞稱為他們叫紅頭軍 那就是三個不同時代 可是很不好意思 這位先生他說他演的半天 可是電影他一個進口都沒有 好沒關係 那 以上 以上我是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收集了一些靈演 他們十五位靈演 他們所投稿 那他們投稿部分 那我就幫他們收集起來 那我個人呢 是負責幫他們寫一些策寫 就是 我對他參演的這些觀感 那這些資料呢 全部都在 三字老地鼓的網站上 統統有 謝謝 那我 謝謝 我這一次呢 因為這個賽德克報來電影 那我那個 千怡 讓我認識了 貴導 認識郭明正老師 還有認識很多人 包括今天有很多位 跟賽德克的電影 還有我們那個圓民同胞 住那個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榮幸 我真的合得很能夠站在這裡 跟各位分享我的經驗 那我在這裡 再講一個說 我個人的經驗 我在這裡要先跟 張淑珍女士稍微說一下 我特別選這個 高山初子女士去祭拜 因為我也了解說 在我們親友附落 像高山初子這樣子 情況的婦女 太多太多了 她們真的是 家庭破碎 然後忍辱負重 她們的辛苦很多 可是 因為很抱歉 因為我們只是受電影響 我們只知道這麼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那所以我 因為看了鄧森陽老師 她的風中飛鷹 所以我就有自己有一個 自己對一個自己的期許 我想說有一天 我若有機會 我一定要到那個高山初子女士的 目前跟她祭拜一下 所以我今年跨年的時候 我到這個部落去跨年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 她是下午三點多 就想說跟那個曾伯朗先生問一下 那個路跨到底在哪裡 那我就自己就出發 就我去 第一次那個路不熟 就在下面看到上面的墓園 就沒有辦法上去 我就回部落 再去問人家說怎麼走 那人家告訴我墓園在哪裡 好 我又去走 誒這次進去了 我還說我希望我能找得到 結果媽 我就在那邊 很不好意思喔 那時候下午四點多了 我一個人在那個墓園裡 這樣一直找 我幹嘛找名字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名字 不是寫在前面 我今天就找不到 那我想說 我既然來了 我真的不能放棄 我就再回部落 我找那個布布哈魯 我問她說 我想要問 賣那個高彩雲女士她的墳墓 她是哪一座 要怎麼看 結果她跟我講說 她在哪一座 那我說她的名字呢 她的名字在墓碑後面 那我就找到了 可是那時候是 我去的是跨年嘛 所以那個墳墓在旁邊 全部長滿的漫草 我沒有辦法看到後面的墓碑 可是她那個下面有個小小的鐵門 她鐵門是開的 可是全部長滿的漫草 漫草上面都還有很多次 我說還好冬天我穿著後外套 我就硬給她彈過去 彈過去我進去看 欸 果然後面 一個小小的 很小很小的 跟那個布貝不成比例 小小的詞相有三個 他們分區是高永青先生 高彩雲女士 跟高光華先生 那所以我就 這心願已了 就很公斤的跟她們舉三個公 然後就回來 那個時候大概是 就回到曾老師家 那時候大概笑五點半 我想說一個外族女子 跑到人家的那個 祖先的墳墓上面 在那邊跑來跑去 找來找去 還好啦 還好那個祖靈有包容我 那天晚上沒有來敲我的頭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感謝我們孫小姐 她是基隆喔 基隆人 所以她 其實我不知道她去過墳墓 那事後她才告訴我 我就跟她說你那麼大膽 一個人跑到墳墓去亂抓 所以也不錯啦 也很好 那麼我想 這個就是我想的就是 社會很不一樣的每一個人的一個想法 如果有一天你到清流的話 也許有的人也會到馬虎那邊去吧 或者到農家那邊去吧 可能都有可能 那所以 那所以 還好我們有公墓 也 其實現在應該還 對 你要特別問人家用 因為有的是翻譯名字 不要找了半天你找不到人 對 有的是有中文名字這樣 那真的非常的 我知道她去以後 滿感動的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對高山處置 我是認為是對我們所有的主人 好 接下來 多層 多層是 就是我們遠流公司 我們一系列的書都是她用的 還有我兩本書都在她手上完成 謝謝她 大家好 我是 我姓金 然後我是遠流出版公司 我真的覺得 今天能夠來這裡 其實還滿忐忑的 因為我一直跟陳博士說 我有什麼資格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後來 當我們在聊天過程裡面 我就講到了我兩個觀點 他說 那你這樣就可以來了 我就還 還覺得 真的也許真的有一些經驗可以跟大家 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我覺得 我真正是一個外族人 如果對原住民來想 因為我雖然是個漢人 不過我是個外神 我爸爸媽媽都是外神 所以說外到什麼程度了嗎 好 那我其實在這樣事情裡面 我覺得我學到第一個事情就是 就像周老師講的 就是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學習 重新認識更多 然後更美麗的台灣 不管是從文化的層面 人的層面 然後每一個民族的 每一個民族的人的特性上面 我覺得我都在不停的在閱讀 然後不停的在加深我對台灣的認識 那當然也跟我從事出版工作有關 也就是說 我們在出了賽克巴萊斯六本書之後 我們其實陸陸續續還是有在做一些台灣的書 那我從那些台灣的書裡面 我更多的認識 那這是一個角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其實從整個參與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了台灣有受不盡的能量 而這個能量呢 其實也就表現了台灣的一種 一種特性 而這個特性 我覺得經過這一段時間 其實經過很多次的這個改朝換代之後 我們其實陸陸續續呈現出來 它越來越坦然的面對大眾 這個能量 第一個能量是來自於說 其實我們第一個被感動到就是味道 我們其實 其實如果我們自己不是一個長期從事深度文化的人 或是對於原住民族有這些比較多的研究的人的話 其實我們不太會去非常長期的關注這一塊 那其實我們從 反而從味道的身上 我們讀到了那個 那個他想要堅持做一件事情的那種能量 他那個能量其實從 因為這個電影的 它是2011年的9月12號是上級上映 其實我們追這個東西 已經追到前一年的前一年 那這樣的東西 當然我也要感謝我們的總編輯明雪 他其實一路以來都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他們開始發FB的時候 就一直去追這件事情 那我們同時也感覺到 這件事情對台灣的意義是非常非常重大 所以我們願意參與 那這個參與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投入了非常多的研究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樹立到說 希望他不只是一個熱熱鬧鬧的電影而已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拉大跟加深加管他對台灣的影響 所以其實味道的這個電影呢 他其實就像一 我就形容他像一個槍 就是他就好像是一個名鄉起跑的人 他其實帶動的 不管今天稱為你 要稱為後賽的話 把他來研究還等等 其實這是一個槍 是一個棋 但是這個槍 之前其實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醞釀 那待會兒我們會聽到 易華跟秀慧他們這邊談到 他們整個在行銷上面的一些動能 然後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 就代表說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有一定的想法了 那走到今天 雖然這件事情 陳博士說經過一年多 好像聲音慢慢的變小了 但是我發現他後面跟著的那個能量 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驚人 其實我是禮拜晚上就來了 就懷著很期待的心說 要來參加這個盛會 那一路停下來 我發現那就是不可打的一個力量 而這個力量將來對整個台灣這個島 或是說整體新來上 他會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好那我要講的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給他的定位就是說 這個定位是我自己覺得 我對自己的期許 就是說我希望說 我們出這本書 其實他就會形成了一種 賽特科巴萊的運動 那我們知道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 你不是單一事件 那你也可能不是一個 發生兩三事情的事情 它是變成一種風潮 而這種風潮一定會帶動到未來的影響 那其實我自己還覺得有一些安慰 所以就是至少這件事情有被看到 有被重視到 這是第一個學習 那第二個學習就是說 我自己受到的感動 跟我自己的反省 那我的感動是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書的前幾本 比如說第一本的夢想巴萊 那是我們的前導 那加上我們後來就是幫郭老師這本書 漫畫巴萊這邊重出這一本 那我們當然也加入了很多電影的因素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版本就是真正的版本 那接下來我們也做了導演巴萊 我們也做電影巴萊 然後接著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其實做了一本書 今天沒有在前面這邊 就是我要非常感謝這本書的出現 就是真相巴萊讓我認識了郭老師 那從郭老師開始我又一路就認識了更多更多的 關於原住民的部分 關於台灣的部分 然後其實這本書是一個起頭 那當然每次郭老師講起這件事情來說 他都用比較開玩笑的方式講說 他當時看在片場怎麼樣 怎麼樣做決定 你們都可以寫每天拍片的日記 那我也可以來寫 他就跟魏導講 那魏導就說 好啊你可以寫 我當然我 因為我了解的魏導師 他非常誠心誠意 而且他很開放 所以他講的這個說 你去寫這件事情 並不是假的 那更重要的是 郭老師真的就這樣寫了 那其實從這本書裡面 我們不但看到了那個 就是電影跟原來正向中間的一些比對 我們剛才看 我自己閱讀到就是郭老師 對他自己的民族的那種誠心誠意 還有那種 甚至我講的就是那種戒慎 然後那種還有那種使命感 我就從這本書裡面 就已經看到了一個大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一直持續 希望說郭老師 你做完完整整把你聽到的 你這二十多年來 你在那邊辛辛苦苦訪談 你記錄下來的東西 你就好好把他寫下 我們就一直苦苦在那邊等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去年 是去年 對 去年那個 惡社事件紀念日的那個之前 我們又非常非常緊急 然後每天都盯著他 然後最後把他的 優件真相又再做出來 但是其實 我在跟著老師去照顧他這個書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被郭老師最大最大的震撼 是來自於說他每天都必須要去 面對他要去寫下這樣的東西的那種 掙扎跟辛苦 但是他都一一克服了 那當然還包括說他不太會打 注音符號 每天都會辛苦的打 那我知道那種掙扎 那種苦苦思索 其實我們昨天在看那個 余生紀錄片裡的時候 有一個影像就是說 你會拍到他的電腦前面 然後很多很多的資料 我那天還說 那是你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書房 他說那不是他的書房 那是他的客廳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表情 可能就是相對於他 就是他在寫一件真相的時候 那一種掙扎 那種愁躇 那種謹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 那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後來接著 我又接觸了比較多的台灣的書 比如說我們有重出楊凡俊老師 他在就是那四本五本書 是出說日本剛好接受台灣之後 所做的探查日記 那當然那種民族研究 那種仔細的方式 其實蠻念人震驚的 那接著我們有出福爾摩薩三族記 我其實很想拉大那個整個 就是說我們其實對台灣整個 那種多元性的認識 是慢慢這樣加深的 福爾摩薩三族記 是處理的台灣三百年前 荷蘭人然後漢人 然後加上平谷族 他們三族之間怎麼樣的 在那種大的世界環境上面的挪役 還有跟自己當地文化種族 上的一些衝突 然後最後當然是漢人贏了 因為震驚狗就很快就把荷蘭趕走 然後平谷族也那個族也不見 綠言也消失了 所以其實我就看到那種殘酷跟強勢 但是有時候你會覺得 那又是一個歷史的必然 因為他就像周老師今天分析到後面 他其實有一定不停推動的一些東西在裡面 我們絕對不可能看單一的事情 所以然後接下來我們其實 還是會陸續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魏導 我也很感謝就是 所有為自己民族努力的所有的人 然後我看到大家的努力 然後大家面對這些事情的不平 或者是最後想要和解的那種掙扎等等 其實對我這種之外之外的害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學習 那其實我只想說 我現在最重要的想法是說 也是昨天從余生那個片子裡面 談到那句話 就是曾老師最後唱的那句 他說我已抵達祖先之地 我究竟是誰請告訴我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個種族 哪一個你有多深的怎麼樣的文化便利 其實你都要去努力做到的 我們從陸續從這五六年三五年 這個出版品當中 我們發現每一個人其實都在追索他的原生 然後他也要想從裡面得到力量 得到貧富 得到療傷 那最後你可能得到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得到最大的寬容 那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多長 再來我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剛才鄧老師講說 賽德克巴萊是他們自己隨便翻譯的 那麼我其實很多族人還打電話罵我 他說你怎麼把我們的巴德變成巴萊 那意思就是說很簡單 就是我們賽德克有三個語氣 那我們多達德魯古就是巴萊 就是後面那個巴萊 那前面那個賽德克就算了我們德格萊亞的好了 那剛好接起來我覺得很妙 那我都不反對 人家一直罵我說你怎麼把它翻成那樣 真的喔 他說我們怎麼會是巴萊 我們是巴萊 好幾個我的族人打電話 我也不好意思說我翻的 我也不好意思丟給導演 導演就被罵 原來是小人亂亂亂 丟給你就比較好 所以還是很感謝 因為夢想發來 我一看我覺得我也滿心 滿驚訝的 真相發來 真正的真相的意思 我寫的那一本 那當然啦 像我表哥他說永遠沒有真相 我也是永遠是那樣 那所謂的真相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能把它寫出來 我還是要鼓勵 尤其是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真的要開始寫 因為我有點來不及喔 年紀大啦 所以我也下定決心 我每一年就要寫一本 我真的是要這樣做 那出不出版喔 那不要唱歌曲 那第三個人一會兒 他幫我非常多 他很好用 不好意思喔 他很認真的女孩子 好幾個都一樣 我反正有事情就找他 他一定會都辦好 那一些我同事 一直到今天我有事情到台北 找不到路就 就簡訊給他 他就教我說怎麼走這樣 反正一會兒謝謝 謝謝 謝謝郭老師 謝謝大家今天給我這個機會來到這裡 事說關於我跟帶著客爸來的一切 原本我跟我的同事 Vita就是我們兩個 因為都是行銷的團隊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分配 那他會多談一些他很主要在負責活動的部分 那我本來想要談的是有關於 票路啊還有網路行銷 就是包括我們的粉絲團 部落格 還有我們做的一些宣傳的素材 比如說海報啊 影告片 還有出了周邊產品等等 可是我後來今天下午聽完了 上面那一場之後 覺得說 這件事情實在大家都看過 有經歷 那既然這個是一個 從我來出發來談的一個研討會 所以我就調整了一下我要講的一個方向這樣 我想先從我自己的生命 跟原住民有關的部分開始談起 我在台南藝術大學念印象藝術管理研究所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動畫所還有紀錄所的同學們 我們在某一年的暑假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就幾個人開了單台車左右吧 我們到了花東的部落裡面 教小朋友畫動畫這樣 就是每一個部落我們就去為期一個禮拜 他們會先跟其老們問一些故事 然後他們會把它 我們會教他做成一個 以關節動作為主的一個動畫 然後教他們怎麼樣拍攝動畫 然後最後放映給整個部落的人看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中 他們會了解到一些自己部族裡面的故事 然後還有這個使用攝影機的技巧 還有這個動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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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團隊合作的一個技巧這樣 同時這個活動也代表整個部落蠻多的歡樂這樣 這是我自己開始比較深入原住民文化的開始 那後來我到了澳洲墨本念電影管理 那我其中一個選擇澳洲來念電影的原因就是 他們也同時具有原住民文化跟很多元的移民文化 那他們的人口規模或是整個由國家來支持電影產業 這整個幾個狀況都跟台灣非常的類似 那我進去念書之後呢 我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就是在台灣的教育 它是把原住民課程獨立 如果你要去念你可能去東華 或是錦南大學去念這個原住民的課程 可是當我進去這個文化傳播學院下面的藝術管理 再下面的電影管理這個戲所是 我們的每一堂課都有原住民的內容 也就是說比方說當我去念那個藝術政策的時候 我們會探討的是澳洲原住民 他們的他們所製作出來的藝術品 如果在國際市場上再度被販賣的時候呢 他們必須有一定的陳述在回到原來的創作者身上 然後去避免說有時候就是說他們會被一些買家收購 以一個比較低的價錢收購之後再高價在國際市場上賣出 他們以這樣的政策去保護他們的原住民藝術家 那比方說我在這個藝術法律這個課裡面呢 我們會談這個原住民智慧的保護 跟在這個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權結構下的這個 在這個製作權法上一個衝撞 因為我們都知道部落的智慧是共享的 這個紋路或是什麼這個圖案或什麼 它是一個共有的智慧 跟這個我們現代就是現代國家中的這種私有 就是說這個製作權是由藝術家私有這個狀況是有所衝突的 那這個是兩個架構上的衝突 那他們就會在這個課程中討論說 這兩種思維不同的衝突下 我們他們要怎麼樣做一個平衡 可能是比方說成立基金會 那所有的收益是回到這個基金會 再分配到部落等等之類 他們有幾套方法 那比方說我是在這個藝術行銷的課裡面 我們的這個案例的討論 一定會有一個關於原住民藝術的行銷 該如何進行的一個課程 那除此之外 剛好那些年是澳洲政府正式的向澳洲原住民道歉 所以他們同時也製作了一部電影叫澳大利亞 有這個李克吉滿跟紘吉克曼主演的 那這部電影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在一開始他會打一個字卡說 就是因為當時他們有一個白澳政策 就是從部落裡面會抓走小孩子 然後把他們到白人的社會裡面去受教育 其實它是一個很恐怖的種子侵襲 那在那個時候澳洲政府正式的 對這件事做了道歉 而且拍了一部這樣的電影 跟全世界說澳洲政府向澳洲原住民道歉 那這對我來說也真的是還蠻震撼的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勇敢的行為 然後他是透過文化的手段去完成的 那你當你在看澳洲的電視的時候 如果他接下來的畫面會出現 他們在白人剛移民進去澳洲大陸 所採集的一些原住民畫面的時候 他會先有一個警告的標語 就是說一下這樣出現 可能會讓部分人是感覺不舒服的畫面 然後等等之類的這樣的一個語句 就是給大家一個提示 或者是說我到他們的電影標館實習的時候 就是他們有一個特殊的原住民的影像 就是專門做原住民的影像的收集跟推廣 那當你進去他們的片庫裡面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區域就是原住民的影像 那這個區域裡面呢 就是說他除了這個管方擁有這個開啟這個片庫 這個部分片或鑰匙之外 你也把鑰匙保留在部落的奇藥身上 也就是說當學者們要研究這些影像的時候 必須經過奇藥們的統一 那這種種種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澳洲的社會 這是看不到部分 看得到比方說博物館就更不用說 他們做了這麼多對於原住民文化的一個 非常細緻的一個對待 然後呢希望他們的所有的文化工作者 他們在教育養成過程中都要保有這樣的一個意識 那我覺得我在這個部分就是受用很多 那回到台灣之後我就非常非常幸運的 就是得到一個工作的機會來到塞德克巴萊的團隊裡面 因為其實就是說我去澳洲學這些其實一般人 其實是不太知道我也沒有機會去告訴別人 但是我覺得很幸運 那我就覺得說我應該要把我學到的一些東西 應用到我的工作裡 那當然在整個工作的過程中有一些應用 可是也必須說就是說台灣跟這個整個在意識上的發展 跟澳洲的整個社會的意識發展 其實它還是有一段落差 所以說很多學到的東西其實就是還用不到 或者說我的能力手機也不能去用這樣子 那進入我是在殺青的前一個月進入了這個行銷的團隊 那坦白講對於一般做電影行銷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case 因為它具有非常深厚的原住民的歷史文化 又有一個非常龐大的電影製作的一個知識 也就是說同時我們要記住這個歷史的知識 要記住電影製作的知識 然後把它轉化成比較簡易的語言去傳達給我們的觀眾 所以每天我們都互相彼此在問彼此很多的問題 因為實在太多要記的事情了 但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去把它了解到 那我開始就是說我們進行了一個寫真書的拍攝 就是這個粉色八碗 那是我開始跟原住民的電影院開始比較熟悉的一個過程 那之後我主要負責的是一個整個書系的規劃 還有一個票路的銷售 就是由我們電影公司大約提出來我們希望出哪些方向的書 然後跟原流來這邊做討論 那他們會給我們一個專業的建議 所以我們就最後出現這樣的一個面向 歷史的或者是故事性的或者是導演這樣的面向 但是這個釋出的節奏 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的演員其實是保密的 所以你看那個夢想發展上面是一個黑黑的那個 慶台哥的臉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依著宣傳的節奏 我們會跟這個做一個溝通 那最後我們也會看一次這個文稿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寫手們其實跟我們的演員們等等 他們的感情都非常好 他們對他們都知無不言 那可是到我們最後一關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說幫他們稍微把關一下 就是有時候他們一些私人的事情 他們現在講太多了 那我們就幫他們稍微就是修飾一下這樣 保護他們這樣 那在票的方面就是我們有開進、殺青、上映跟團票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跟導演還有製片、演員等等之類 我們是跑了很多的企業跟校園 一個禮拜可能從三月開始 每個禮拜都是兩、三場這樣子去跑 去累積這個前面預售票的一個銷售 當然有很多是知識性的傳達 那接下來就是說在我的工作中跟原住民的朋友互動 就是我一直是就是團隊裡面跟清流部落的一個 比較主要的聯繫者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就是說除了我工作做這件事情之外 我自己也覺得說就是我也對這段歷史 還有對就是這些真正存在的是非常就是好奇 而且在這過程中是有感情的 那我們在拍完之後 我們馬上就回到部落就是殺豬去報告說 就是這些我們跟清流的互動就是從來沒有我們 我們沒有主動的去媒體上報告 但是當然部落的消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們的一進去部落的時候 其實消息都會傳得很快 就媒體就會來到部落 但是就是我們都很擔心就是大家以為我們要去做宣傳 可是其實我們都很認真的保密 但是都很快都還是會被遲到這樣 我們在開拍就是整個拍完的時候我們有回到清流一次 然後還有一次是我們那時候以為物色街可能要被拆掉了 所以我們就邀請清流部落的朋友來就是看一下這個做的這個物色街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整個拍完之後 其實我們整個製作完成非常接近上映 那我們是先回到了清流去放映 那那個也是一個非常我覺得對我來說非常激動的經驗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你要畢業考 你就是要讓父老鄉親知道我們做出來的成績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們在風雨超常 超多整理完之後 導演就一直看就是張媽媽一家人怎麼都還沒有來 所以他就叫我說去那個張媽媽家趕快看看他們怎麼還沒有來 因為他怕都被坐滿他們沒有位置坐這樣 然後我就跑到張媽媽家 然後剛好張媽媽就拿椅子走上來 所以我就跟他就幫他拿了一張椅子 然後慢慢的跟他走這一條路 我跟你說這一條路是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一段路 因為這段路太艱辛了 你們瞭解這一小段的上坡路 他所代表的那個多少人的努力 然後多少的掙扎 很多的感觸 然後他就要看到了這樣子 那其實在看的時候 因為清流波羅其實大多數都還是講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就是在討論 但他們其實都是用代表客語在討論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 只是有時候會感覺不好看到志偉出現的時候會很開心 因為那就住在部落裡面這樣 對 那當然那天就是感覺是一個正面的啦 但是也就是說當然可能有一些討論是不是我們不是那麼清楚 那接下來就是再來一次是我們在高雄的首映 就是也是請到清流的長輩們 因為導演那個時候他希望說 他希望把那些掌聲真正回歸給就是這些遺族們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來到這個首映 所以那個首映就是說他們會就是演員會出現 然後遺族會出現 當時真的就是很 那個場面真的太感人 就是所有人都站著然後拍手 然後就拍了很久很久 然後後來就是下台之後 就是一個奶奶她就握著我的那個手 她就說 就是我這輩子就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刻這樣 對我來說我們也會覺得說我們的工作非常的值得這樣 那後來就是說我們的演員 終於可以跟大家見面之後 我也覺得很開心 我們幫忙辦很多簽名會 其實蠻辛苦的 因為很多很多很多前置的工作 然後還有當時的一些工作 但是當我看到有這麼多的原住民朋友 那種被以一種正面的形象被喜愛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他們不再是那個電視新聞中 或是常被塑造的那樣的一個比較弱勢的形象 然後這麼多人喜歡他們 我覺得就是這也是讓我們覺得工作上會很值得的地方 那後來我帶了這個片子到了沒有戲院的台東去放映 然後獲得很大的迴響 因為台東如果要辦什麼藝文的活動 其實是蠻辛苦的 忍耐的會不多 可是這個活動獲得 就當年熱烈的迴響 然後甚至藍雨的朋友就說 啊他們要包船包機過來這樣子 那很多的那個原住民的朋友都穿著他們的族服來看 在這課發來就會感覺到說他們對這件事情是很驕傲的 然後他們想要一起共享這樣的時刻 而且很多都是很年輕的原住民朋友 所以感覺就很也是很感動這樣 那其實我在整個工作的過程中啊 就是有時候就是說會突起啊 有感受到一些禮物這樣 因為我是漢人這樣 然後人家人受到攻擊的時候就是說 第一個反應就會很難過 可是我馬上回頭再想就是說 今天人家只是因為我是漢人就那麼 反應這麼大 那在整個這個族群的相處的過程中 勢必是受傷很深 他才會在還沒有認識你個人之前 他就做出這樣這麼大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就是我們可能要去承受我們不曾去做的事情 然後多多體會別人在過程中受傷的感覺 可是更多更多的是就是感受到那種非常 非常友善的友誼 特別是那個演員跟我們的那種 他們都非常感謝我們就是 就是他們不會覺得自己是明星 然後他們都會非常感謝我們為他們做所有的一切這樣 然後甚至是平常就是 都會叫你姐姐啊 我覺得最感動的就是他們都會叫你姐姐啊 然後會跟你討論一些他們感情上的問題啊 就會感覺他們真的把你當朋友 我覺得這個是最棒的事情 那就是工作結束的那一年 我就是也回到清流去跨年 我跟另外一個就是編輯這個書系的編輯心穎 還有另外一個忠實的一個記者 他一直在寫三人特發來的消息 然後他本身也是學人類學的 那對我們三個來說就是我們不是在做一份工作 我們是在為我們的朋友做一件事情 然後只是他剛好是我們的工作 那我們就我三個女生就透過那樣的旅行 就是為這一切畫下一個完美的劇情這樣 那這大概是我的過程之中 那是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大家都沒有講到說 其實這部片在國外其實也引起很大的反應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在大陸放映的時候 雖然說他有受到一些影性的影響 可是大陸之世界就非常對這部片非常的推崇 然後透過這部片他們也開始了解台灣原著語 就是比較進入到一般觀眾的視野之中 那在前天的時候就是兩岸三地的電影影評人 將這部片評為就是去年的十大華語片 這對單單來說是你又沒有華語 十大華語片的第一名這樣 但其實裡面的內在精神 還有就是其實你可以看就是這部片 因為他在講的是兩個文化相對面對的時候衝突 我必須說這個根本性的意義啊 不管是對兩岸關係 或是說就是中國政權對於少數民族來講 我覺得都是 就是他這樣的一體能夠進入這樣的社會 其實是非常 我覺得非常具有意義這樣 那第二個是說歐陸 我們在威尼斯影展放映的時候 他是要第一次進入歐陸 那當時那邊的影評者他們的表現說 這是一段他們沒有看過的歷史 原來就是說在東亞其實有發生這樣的一個 嚴重的人權事件 可是當時因為歐陸也在戰爭之中 所以他們其實也沒有看過知道這樣的事情 所以也算是他們開始了解這樣的事情 那後來就是說因為有在威尼斯影展看到了這個影片 所以就是受到聯合國組織的一個邀請 本來是要在巴西的可能教科文組織方面要播影 因為他們覺得說一部在現在完全重現 在原住民的語言跟服裝這樣的一個影片非常的難得 對他們來講有文化上的意義 那可是好像內置的放映沒有成功 可是後來在澳洲的時候得到了聯合國特別班證的一個文化獎章 那從這個月開始這部片要在日本上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日本方面的反應 那可是我自己覺得就是這部片 有很多日本的電影人的參與 那我覺得他們的確是充滿著勇氣 然後要讓世人了解這樣會曾經發生的事實 我們希望說這樣的放映可以為就是說 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這樣 那我覺得在這個整個過程中不管是拍攝或是放映 這個過程的確是充滿著不同文化的衝突 不管是種族的或是電影這個行業跟原住民之間 或是整個社會之間 但是呢我相信這個更長的時間 我們一定會看出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 那我覺得很 其中對我也覺得很可貴的一件事情 就是電影產業在這之前啊 其實也像原住民的族群一樣 是被視為一個弱勢的不被看到的 而且是一個被補助的對象 可是透過賽德克把來電影的完成 他呈現了原住民壯美的理念 然後他同時也呈現了台灣電影人的堅持 我們非常堅持的把一個很困難的事情做成 我們不是那個弱勢 我們不是那個只是被補助的對象 我們是一個專業的工作者 那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 電影人跟原住民的那個處境是非常詳盡的 那很高興我們一起去把它搬到了 那所以最後就就我自己一個 做一個文化傳播工作者來說 我覺得就是在這個工作過程中學習到很多 也希望我在我未來的那個生命或職業的歷程中 能夠更為我的原住民朋友多做一些事情 那我必須說我就是很感謝來到我生命中 因為他讓我得到很多非常深刻的學習 還有非常真誠的朋友 對我來說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一華 他講了一些過去私底下沒有跟我講的事情 實際上他講的我很感動是說 就像五三個紅就是我們劇組立台 一講到就我 我又是那個族群的 所以剛才翻譯說他到我們佛夢我就很感動 那也不是只有初子 我的感覺就是我很大的缺點是很容易感動 不好意思 接下來方宇慈的我要特別介紹一下他有他們寫了一大堆拆拆拆的那個 我不曉得有沒有看到在網路 非常精彩 那我連我看了我覺得很有趣啊 那很可惜他可能還以後會出版 我一直在等本來是要送我一個 本來一直沒有送到 本來是要送我一個 好 宇慈請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季子 然後我很榮幸說有這個機會 所以周悠來這邊講一下我過去一年多的瘋狂事蹟 我只能這樣講 那個應該是這麼說 我當初在電影 這個電影上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 之前他其實 其實新聞之間有報導 因為海角七號的關係 就是為了設導演 有名了 有錢了 然後大家就在傳說 他下來不要做什麼 可是不好意思 他之前在電影那個報紙 我只報他說如何如何拍攝困難 不好意思 我都沒有在看 因為我對娛樂的東西 本來就沒有那麼care 對我來講 這個電影就是電影 我只看成果 我只看成果 然後等到他成果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很有趣 看那個畫面好像很有趣 然後我去看了 不好意思 我去看第一次就撞牆 我在達多唱 仇恨消失的時候就撞牆 那個是文化差異不一樣 他的那個仇恨消失跟漢人 完全是逆思考 我完全不懂說 為什麼你要跟這個人和解 你是要用把他頭砍掉的方法 把他引回來 但是那個東西會很衝擊 會很衝擊我是說 剛好那個時候 那個timing點是 很多的出版社在出 關於物色世界的解釋 然後果汁公司也出了很多相關的資料書 讓我們有辦法 有機會說 在裡面看到問題了 可是在外面有辦法看到解答 然後那個時候 我突然之間 在看那個電影畫面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說 我小時候 我阿公阿嬤 就跟我講說 在以前的時候 山上的華納西惠 是會出草的 把人頭砍掉 他們對他們來講 沒有第二個解釋 這是很野蠻 然後問題是 我們以前小時候的教育是 物色之間只有 物色之間四個字 不專門講你 考試在用的 至於其他的什麼文化解釋 不好意思 可是我真的是 從看這個電影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有疑似性的出草 原來他不是簡單去砍個人頭回來而已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說 哇靠 那這個電影真的是很 不好意思 我比較粗魯的人 這個電影真的很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電影 他第一場 就很挑戰你觀眾的既有印象 而且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是 漢人社會 是主流社會 是主流意識 他第一拳就挑戰你 漢人的既有思考 然後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是他如果想要賺大錢的話 他需要這麼做嗎 不用 他做一個很簡單 很軟調的阿凡達就好 阿凡達 對我來講是 就是個字 高貴 就高貴野蠻人 就如說的高貴野蠻人 就這樣子而已 就沒有了 可是 我看到 我只有看到賽德克發來的時候 我會開始回頭去想 他畫面做這麼大 他 東西做這麼深 他一定有他的用力 他沒有那麼簡單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剛好就再找 再找 再找 然後我真的是 越找的時候 我發現他越來越 他很要命 你知道嗎 他 他真的是很 我看他一遍不夠 看他兩遍不夠 看他四五遍還不夠 他會越 他我每進去戲院一趟 他會告訴我越來越多的事情 越來越深的 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那個什麼 在那個 物色之間之後 有一個畫面是有一個少年 被日本警察抓去去指認 然後你看第一個畫面 是一個少年很可憐被抓去指認 然後他再抖 然後第二次 當我知道說這個少年是誰的時候 他的生命歷程就清晰起來了 然後再讓我知道說第三層去看的時候 我知道他是哪邊出生 他是合格的人 他的父母親 他的叔伯長輩很可能就是他指認那些人頭 他的部落沒有了 他的生命歷程等於是解掉一半 對他來對那個孩子來講 那個是世界末日 你就慢慢一層一層一層進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我記得這個電影的票房正在拼 拼得很辛苦 然後我想說哇塞台灣人 有這麼大的志氣 用那麼大的錢 做出這麼有志氣的電影 而且我很佩服他是 台灣人的歷史好像斷代史一樣 國民政府來台之前的歷史 不算歷史 沒有人講過 沒有這麼大的電影講過 沒有這麼大的 我們算他公共藝術敢討論這個東西 突然之間好像歷史被翻回來了 他我們台灣人有這個東西 我說真的我一開始是很佩服他的 所以我就一次一次去看 然後我就像發瘋了一樣 著魔了一樣 結果看到最後面我突然引爆點 是因為我有一次在去看的時候 因為我我是很呆的人 就是我支持一個人的時候 我會用行動去支持他 我在去看的時候 剛好我坐在跟我同一場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高中生 國中生吧 他出來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他說看不懂 看不懂這三個字就把我惹到毛 我心裡在想說我打錯 我真的很默默地走出那個電影院 但是我心裡在想 我心裡就怎麼